本文作者,巴黎银行证券付赦食品部门负责人Lukas Hawker认为,在一次次战略失策后,PRODA终于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子,瑞士日内瓦,PRODA今年走得跌跌撞撞,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 虽然现在在开码后好意识于事无补,但这家意大利时装屋,应该一开始就意识到,顶价定到了已经直并和Massie Chanel的市场最高端是个错误。 毕竟,另外两家的产品品类,超设计时装和皮具,设计珠宝首饰,化妆品与香氛还有更多,这些不同品类搭建起了行之有效的价格金字塔,最文贵的手带在金字塔的顶端闪闪发光。 相较之下,PRODA的做法,就像是在不借助梯子,就只升定价最高端,更麻烦的是,PRODA同时所占了产品品类。 这么一看,PRODA的手带,就显得定价过高了,更引人策目的是,作为品牌最出名的单品之一。 尼龙包带的分销,也是按照这个定位准则进行操作,意味着该公司已经成为同类品牌中最容易受折价影响的品牌之一。 这对形成品牌的排他性基本帮不上忙,但整个收持品行业,是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础之上的。 PRODA的定价策略没奏效,也就不奇怪了,与此同时,越来越多的轻奢品牌开始做起了手带,PRODA遭受了两面夹击,既难以破局最高端,又把份额输给了Fully,LongChamp,MyCooker的处于低阶级的品牌。 但PRODA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,除了手带品类范围狭窄,鞋履义务也止步不前,比如说起高端运动鞋。 你可能首先会想到Balaxy Alga而不是PRODA,PRODA推出的新品远远不够,难以持续吸引惊喜一代消费者,而他们作为消费群体的重要性与越剧增。 同样且提的毛病还有,PRODA之前的领袖扩张计划,推出也不是时候,快速且大规模的开店,触及范围更广的人群,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举措,但那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,如今早已是Instagram一阶领袖与网络红人,就划入购物车的天下,拨开固定成本高昂的实体门店,而不是积极与消费者进行互动。 这样的决策,真的很难找到什么合理性,现在,PRODA的高层们好像突然意识到前述的这些问题,在过去12到18个月,PRODA更新的产品线,引入了更多手带,也调低至颇为吸引人的入门级价位。 我们看到了尼龙包带的回归,PRODA一次再度成为一千欧元以下区间产品的中流砥柱,消费者对改造后的包带系列似乎也颇为满意,推动了公司的有机增长。 要重回PRODA往远巅峰,还有很长一段路,管理层还解决了分销,问题,收紧价格制度,减少无力的减价促销,以短期的上量震透,换取长期潜在的品牌资产收益。 PRODA也在合理化其实体电网络,提升电类体验,尤其是开设了众多拙有成效的快闪电,还包括很重要的一点,PRODA正加进入力投资发展数字化业务。 巴黎银行证券部的报告,数字经济密地图,Dugital Competitiveness显示,PRODA已在过去一年取得显著成效,尤其是消费者体验提升方面,消费者能在网上买到越来越多的PRODA产品。 我们在美国市场进行的调研指出,该品牌的SKU数量有了同比110%的增长,此只能让PRODA在增速巨猛的奢侈品在线领域处于更有力地位,进一步提振品牌的营收。 当然,PRODA的同行们也早就开始这么做了,要重回PRODA网络巅峰,还有很长一段路,但其管理层终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子。 如果未来继续走得稳健,PRODA会将再度成为投资人的宠儿。 本文作者Lukas Horkas是巴黎银行证券副奢侈品部门负责人。 翻译,I think we're in 角度,也分文今日讨论你认为奢侈品在发展过程中,如何面对定价构高这一问题。 今日讨论,是德福时装商,也评论新开辟的讨论栏目,欢迎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、建议和观点。 我们将在每个月为最佳讨论参与者寄出精心准备的礼品。 新年必备时装造型课程,向全球知名,拥有超过30年在Vogue、Vale、Shanel和PRODA工作经验的Lufin Day Symbols。 学习专业时装造型知识,课程简介,报名步骤,介绍第二季度,全球最热门奢侈品牌榜单发布,LVMH第二季度销售总额109亿欧元。 在首轮贸易摩擦中,幸存美团与海兰之家合作推出爱卖服饰,特不打入年轻人视野,业绩有望复苏PRODA放弃与西班牙美妆巨头PRODA相识业务费安免责声明。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